节目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些年中国崛起的经验 中国当前的GDP大约是美国的67% 按照每年6%的增长速度的话 大约再过10年左右 中国就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在世界上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看法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在国际上比较流行 尤其是欧美国家 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出口依赖型的模式 主要是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 维持低汇率 低估人员土地和劳动力的成本 高度的依赖出口和投资 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 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 导致世界经济的失衡进一步加剧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要推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就必须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并且敦促人民币尽快的升值 我们可以看到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就是在这种观点的支撑下 对中国实施贸易战 第二种观点认为 中国是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 每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 它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路径展开的 80年代的清房 90年代的家电 2000年以来的这种汽车地产 每一次主到产业升级 与经济增长的浪潮 都是从居民的衣食 到滥用品 再到住行 这样一个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之下 实际上 中国作为大国开放型的经济体 从动力结构来看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具有双能驱动的基本特征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由内需驱动为主 向内外需双能驱动过度 有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有居民的消费升级 而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篮子 而且这两个篮子两国力量都很强劲 我们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 大量熟量的制造业的工人或技术人员 有效的汇改和入市这样一些政策措施 使得价良物美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 我们经济的外向性的程度是到快速提高 同时我们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广阔的市场 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9年年末的时候 达到了60.6% 处在城市化快速的推进时期 那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 城市居民消费的升级进一步加快 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非常的旺盛 从过去20年的历史看 内需和外需这两股力量 轮番交替的共同驱动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 既不是过度的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的模式 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这种大国封闭经济体的模式 而是典型的大国开放型经济体 更深层次的我们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成就 取决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 比如说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我们设立经济特区 94年以后分税制改革 98年的防改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15年以来攻击测极构性改革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充分的释放了我们农民 我们的地方政府 民企经济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等等 创造财富的活力 这些宝贵的发展经验 是我们中国自身的特色 特点 寻成的 别的国家 你既否定不了 你也不一定能学得走 好 这些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节目再见 台湾疫情进一步发酵 民进党当局却购买不到 一剂新冠疫苗 即便大陆有意向台湾提供新冠疫苗 但台湾地区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却扬言拒绝采购大陆疫苗 民进党当局此前还宣称 如果要进口大陆疫苗 需考量修改相关规定 且这样的条件是在没有候选疫苗的情况下 关于台湾疫情的急剧蔓延 民进党当局在疫情防控上的不作为 到内已纷纷有人指责蔡英文 据台湾消息 前台湾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 接受采访时 谈及桃园医院群聚感染事件时 炮轰蔡英文称 跟他讲法令 屁话 杨志良谈及台湾现在面临的 疫苗采购问题时预测 台湾新冠疫情在今年将会持续恶化 他强调抗疫的关键在于疫苗 杨志良表示 有效的疫苗就是好疫苗 另一边对于台湾疫情失控 及蔡英文对待疫情扩散 疫苗采购的政策举措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感叹称 措施两岸缓和良机 只因陈时中抹黑打压大陆疫苗 台湾地区时事评论员蔡正元 在台湾的一档节目中 接底陈时中称 靠政治防疫好运一到头 终究将跌下神坛 终究会暴露他的真面目 关于台湾疫情的屡次翻车 人民日报曾在文章中指出 台湾疫情防控破功的背后 与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的抗疫举措 及政治偏见紧密相连 人民日报指出 桃园疫情将扩散至何种程度 仍是未知数 岛内疫苗接种工作更是遥遥无期 加之年关将至 大批旅居境外的台胞要返乡过年 防疫旅馆供不应求 台湾整体防疫正面临巨大压力 此时此刻 台湾民众需要的是能够实事求是 从科学与专业的角度出发 真心守护民众健康福祉的总指挥 绝非荒唐如此的陈时中之流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长期以来 依托美元霸权大肆掠夺资源 但是随着美元大肆超发 美国经济萎靡不振 美元霸权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 甚至连欧盟都开始寻求 摆脱美元结算体系 但是美国自己不甘心 这种好日子到头了 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月球 似乎想独霸月球资源 据环球网2月7日 援引加拿大媒体的报道称 中俄可能联手阻止 美国独霸月球资源的计划 报道提到 特朗普在任期间 对月球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宣布2024年以前 宇航员重返月球 并且成立太空军 为可能的太空军备竞赛做准备 除此之外 美国还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全球性法律框架 说是全球性 其实只有八个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 只有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卢森堡 意大利和阿联酋 他们签署了二推迷斯协议 鼓励以商业为目的 开采地球的天然卫星和其他天体 在没有任何国际条约的情况下 为开采月球铺平道路 事实上 在这些国家中 只有美国有能力 在月球实现着陆和返回 也就是说 其他国家只有依托美国 才能得到月球资源 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 美国从一开始就抛开 同样具有登月能力的 中国和俄罗斯 足以说明 他们想独霸月球资源的野心 俄罗斯航天局 率先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 并且宣称 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延伸 副总干事 谢尔盖-萨维利耶夫表示 历史上 已经有过这样的例子 当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开始夺取领土时 结果众所周知 殖民扩张时代 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 尽管有地理大发现 这样的积极意义 但是这个过程是伴随着 殖民掠夺 鸦片贸易 奴隶贸易 种族灭绝 这样的反人类行为 绝非文明时代的作为 现在美国似乎又想把殖民主义 融入到太空时代 而且还是抛下其他国家单干 这自然不能答应 中国对此也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曾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支持在现有外空规则框架内 在联合国平台讨论空间资源开发法律制度 确保相关活动符合1967年外空条约 中国愿意与各方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为人类和平利用外空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的态度其实很明确 月球和太空不是谁家的后花园 也不存在先来先战的原始丛林法则 开发月球和太空 必须是最广泛的国际参与 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讨论 而不是谁自作主张二一天做五 随笔一画就确定地盘的事情 而中国作为和平共同开发太空资源的表率 愿意与国际社会分享自己的成果 中国的大公无私 与美国的扣扣索索形成了先宁对比 这些年来中国登月工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成为了第一个在月背实现探测器着陆的国家 并且取回了近几十年来人类唯一取得的跃壤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 在人类探索宇宙的道路上 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但是中国却被美国排除在太空合作的计划之外 这完全是美国霸权心态作祟的结果 当时中国载人航天进展神速 美国却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美国官方机构 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 然而中国航天视野并未因为美国的封锁而止步不前 反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 事实证明美国无法阻止中国探索太空的脚步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美国无法阻止中国探索和开发月球的脚步 俄罗斯同样也是 尽管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技术发展陷入了停滞 但苏联遗产依旧足够俄罗斯吃一阵子 尤其是现在美国在一些运载火箭方面 还依赖俄罗斯的航天发动机 如果俄罗斯与中国一起展开反制 美国独霸天空的图谋 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实现的 2月5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 汪文斌就BBC播出的涉及疫情的虚假新闻 进行回应 据央视新闻2月6日报道 汪文斌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BBC世界新闻频道1月26日播出的 涉及新冠疫情新闻视频中 将疫情与政治挂钩 移花揭幕将一段反恐演习视频 作为中国防疫部门暴力执法 侵犯人权事实新闻播出 这难道是准确报道吗 汪文斌指出的事件 是一场疫情期间的反恐演练 BBC在报道过程中 移花揭幕 不尊重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报道称 中国防疫部门暴力执法侵犯人权 但BBC在报道英国警察执法时 既采访了捍卫游行者权利的人权组织 又给支持警察的英国内政部长 说话的篇幅 同时还用了些笔墨 站在警察立场上去描写现场 相当中立 汪文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 世卫组织专家正在就病毒的溯源问题 与中方合作开展调研 同时疫情更早多点爆发的新闻 多次见诸各国媒体报端 BBC在报道中 仍坚称武汉是疫情发源地 这是公正报道吗 BBC带有偏见性的报道 不令人感到意外 而更加过分的是 我们发现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的一句话 直接被恶意解读为 中国试图祸水外引 值得注意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 中国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 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向各国及时提供医疗物资支援 派遣医学专家驰援国外 并邀请世卫专家复华 对疫情溯源问题展开研讨交流 中国有效遏制国内疫情传播的同时 也为全球抗疫做出积极贡献 新冠疫苗投产使用后 中国政府始终把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 中国疫苗研发企业 始终严格依据科学规律和监管要求 依法合规推进疫苗研发 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目前也已经有阿联酋 巴林 埃及 巴西等多个国家 批准使用中国的疫苗 这些都充分验证了 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大家好 我是环球报警 正好人多多谢 依旧很启关注环球风云 2021年国际社会 依然是风景涌好戏不断 由于纳瓦利那事件的 持续发酵 美国 欧洲 俄罗斯 最近又发生了动荡 最近俄罗斯驱逐了 三名来自德国 瑞典和波兰的外交官 这原因是因为他们参加了 之前发生在莫斯科的非法集会 这如此一来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 可能又要掐架了 关系要降温了 那对于美国来说 这自然是乐此不疲的 但关键时刻 这默克尔的一番表态 或许就要让拜登失望了 当地时间5号 默克尔在与马克龙举行完 视频会晤之后表示 由于俄罗斯和德国 双方在纳瓦利那事件上的 看法是不同的 德国将延长对一些 俄罗斯官员的制裁 但不会将这件事 与北溪二项目挂钩 默克尔还强调 俄罗斯和德国对话 不应该被中断 与俄罗斯保持对话 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 与战略发展上 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龙也指出 北溪二项目 对欧洲能源战略 有着重要的意义 希望法国和德国 两个国家 对此达成高度的一致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 纳瓦利那事件 是事已至此 德国也只能被迫 做出对等的回应 第二德国不希望 因为纳瓦利那事件 中断与俄方的对话 更不愿意去影响到 北溪二项目 第三呢 欧洲不会因为 纳瓦利那事件 与俄方决裂 所以啊 这默克尔此番的表态 实际上也是在 给普京示好 同时呢 给俄罗斯一颗定心丸 那老位就我们来谈 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呢 在后默克尔时代 默克尔对德国政坛的 掌控力度 确实是有所下降的啊 要注意这默克尔 已经言明他要在今年卸任 而在纳瓦利那事件上 向俄罗斯方面施压的 德国官员呢 其实大多数都是 亲美派人士 因此在德国政客们的 裹挟之下呢 默克尔确实是 有点身不由己 但默克尔非常清楚 在尚不得知拜登政府 是否为第二个 特朗普政府之前 德国是不会和 俄罗斯闹翻的 所以这德国表明 对北溪二项目的态度 实际上也是为了 让普京放心 这第二呀 美国或许又要失望了 毕竟呢 不论是默克尔的态度转变 还是马克龙的呼吁 都是在预示着 欧洲不会因为 纳瓦利那事件 与俄罗斯彻底闹翻 拜登呢 想走原来联合盟友 围堵俄罗斯的路 估计是很难行得通了 那第三呢 考验普京的时候到了 面对美国西方霸权的 步步施压 普京的霸气回应呀 确实很解气 但是这普京也非常清楚 冤有头是债有主 纳瓦利那事件的真正幕后推手呀 其实还是美国 并且俄罗斯要打破 美国的制裁网络 离不开欧洲这个重要的外援 所以如今 俄罗斯驱逐三名欧洲外交官 看似很容易激化 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但是又何尝不是 以另外一种方式 在终结麻烦呢 否则呀 要是普京真的想出招报复 被驱逐的绝对 不仅仅是三名外交官 而且法国的外交官 这次恰好就不在被驱逐的名单上 这十分呀 耐人寻味 不得不说 国际局势真是变化无常 但不论欧洲铁娘子 默克尔还是政坛 长青树普京 政治智慧呀 都十分的高潮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改变国际局势的重要时刻 或许呀 正在到来 好的 这期评论到此结束 感谢给我的收看 如果您还想了解的环球政经 同时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欢迎点赞 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走进会观世界 我是慧哥 我们都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那在2021年呢 有一位政坛老兵 即将要退去戎装了 他就是现年66岁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